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经典老菜 生烧牛肉 这道菜,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 外焦里嫩,咸甜适中 吃一口就忘不了 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准备一块新鲜的牛肉 牛上脑,牛里脊,外脊都可以 最好选用嫩一点的 把牛肉切成一厘米厚的薄片 再切成长条 切好以后,放入水中 清洗干净,把血水洗出 然后彻底钻干水分 最好找一块干净的毛巾 洗干水分,防止炸的时候溅油 放入两小把土豆淀粉 一小勺清水 用干净的小手抓板均匀 使牛肉都挂上面糊 面糊稍微稠一点 挂在牛肉上面不脱落就可以了 这种挂糊的方法类似于锅包肉 溜肉断 最后放少许大豆油或者普通的植物油 再次抓板均匀 放油炸出来更加酥脆 牛肉准备好 再准备点配料 准备少许青红椒斜刀切成小块 洋葱同样切小块 这道菜需要烹制 我们兑一个料汁 往中放入一勺白糖 一勺多陈醋或者香醋 两小勺味极鲜酱油 一小勺海鲜酱油 一小勺黄酒或者料酒 再来少许白芝麻 少许花椒面 把最好的无清料汁搅拌均匀备用 再准备少许蒜片 材料全部备好 接下来开始制作 起锅做宽油 先把油温烧到五六成热 180度左右 油热以后放入挂酷的牛肉 全部放进去以后 在锅中炸跃两三分钟 把牛肉炸熟炸透 牛肉太多的话 可以分两锅炸 防止粘连 第一遍炸熟炸透 炸好以后捞出 用同样的方法 炸剩余的牛肉 牛肉下锅时 油温一定要高 油温太低的话 糊就会脱落 而且容易粘连 这道菜我们要的是酥脆的口感 所以必须高油温复炸 第一遍炸好以后 全部捞出 等油温再升至 六七成热 200度左右 放入牛肉 高油温复炸 这样炸出来更加酥脆 高油温炸跃一分钟左右 捞出控油 控好油的牛肉 放到案板上 把牛肉改造成小块 这样烹制的时候 更容易入味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为什么一开始 不把牛肉改造成小块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 为了使牛肉 里面吃起来更嫩 切好的牛肉 再用高油温冲一遍 在锅中炸十几秒钟 就可以了 这样更能保证 牛肉酥脆的口感 炸好以后 捞出控油 另起锅 放少许油 油热以后 放入蒜片 爆出香味 放入准备好的配料 青红椒 洋葱 把配料炒至断生 放入炸好的牛肉 简单翻炒 拔拉两下 接下来就是关键的烹汁 烹汁之前 锅一定要热 调好的无清料汁 倒入勺子当中 顺着锅边 淋入锅中 锅内的高温 可以瞬间把调料的香味激发出来 开大火翻炒均匀 湿每一块牛肉都裹上料汁 一道嘎嘣脆 嗷嗷香的生烧牛肉就做好了 这道菜类似于锅包肉 留肉断 但是口味上略有不同 喜欢吃牛肉的同学 可以按照我的方法试一下 不好吃 您提的牛肉来找我 感谢朋友们支持点赞 赞忙在里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讲 拜拜